上回我们说到 杭少龙只是稍微暗示下 有了赵瓦的帮忙 很可能能够将赵木田丹一家网打尽 线由当堂落在下风 怎么都不肯再得罪这个雅夫人了 杭少龙想想 又想起了老公秘禄 他就问赵瓦 究竟现在老公秘禄 是不是就收在国众手上了吗 赵瓦就说 老公秘禄 现在当然正在赵瓦手上了 我叫小超你们入夜赶工 在皇宫的夫人府内 在那复制多一份出来 完成之后才会将副本 逐一地交给国众 但是还要看清楚情形 如果国众有心要离开赵国 他不单止拿不到老公秘禄 还要死无葬身之地 杭少龙敢先访言大悟 现在他明白了 为什么去到夫人府 几次都不见到小超他们那群痞女呢 同时也明白 理员之非追求赵瓦 不是向自己报复这么简单 其实是另有目的 有心在赵瓦手上 拿到那份老公秘禄 他不敢暗暗地 自己思路都不够精密周到 向赵瓦说 那你要小心点 那你要小心点 填丹理员他们 大局着想的人呢 哟 真的不懂得好人心 见到其他几个人还很怀疑地蹬住他 赵瓦又耸耸耸肩膊 说 不信你们就算了 杭少龙站起来 趁我现在还没做上他成手 看完呢 先到龙阳军那里探一下口风 唉 我好返都不去问候他 那有点说不过去 哼 你不要被人迷倒 好自豪 杭少龙听到这句说话 忍虐打着冷静 狠狠地叮着赵瓦一眼 赵瓦又耸着嘴上笑 赵瓦就说 我都要走了 就等人家顺便送你一程 当杭少龙来到龙阳军住的地方的时候 只见他呢 依然是半躲在床上 有点欲容惨淡的样子 看见杭少龙就说 请恕本君不便行礼 董兄 你都不用多礼了 坐来我身边 杭少龙望望 服侍他那四个年轻的南博人 他们呢 他样子都抢得非常清信尽肖 充满了脂粉尾 龙阳军就说 你不用觉得奇怪 他们都是美女 都穿着男装而已 杭少龙听到心里觉得很奇怪 难道龙阳军这个出了名 和姓阳都喜欢女色的吗 那真是千古奇闻 坐好之后 那几个男装美女 还有十几名亲密又默默退了出去 龙阳军深深的望着他一眼 眼里面射出感激的神色就说 栋轻靠了盧家一命 我应该怎样多谢你呢 杭少龙心想 你要多谢我 只要不要沾起来 那我们千多得万多谢了 大把口就说 和谋交为己及人 何足挂子 君上好一点 放心 他们还拿不到我条命 究竟是哪个子死了 有仇不报非君子 我龙阳军 都不会放过害我的人 龙阳军闭上眼不出声 杭少龙有点不高兴 君上不是有事瞒不住我呢 那人在峡谷口 骗我们进去的人是谁啊 龙阳军闭大眼 好平静地说 那个人叫做夏雨 赵人一早就找到他了 不过被人过断了喉咙 再也说不出任何说话了 蛤 居然杀人一口 何狠辣啊 哼 杀了他都没用 你这个人本来是齐国人 偷靠我得两年 我见到他剑法不错 人就似乎忠诚可靠 估不到 原来他是田丹派来的奸细 真是田丹 本军一早就奇怪 田丹怎么会亲自来寒丹 现在我明白了 哼 他对合纵一点诚意都没有 只希望 趁着秦政利寅 一举吞定我们三晋 他对赵人更加没什么好心强 他想趁着李牧去边疆 连婆还攻打英国的有利时机 来赵国进行阴谋 说不定 他的大军已经分散秘密地潜入赵国境内 甚至用各种身份离在寒奸性附近 准备内应外合 河小龙从来都没有把田丹派估计得这么严重的地步 听到这番话真是忍不住大吓一惊 君上 又将这个推断话给赵王 撇码 事关重大 我又没有什么证据 为什么随便说出来呢 过几天等我身体好 马上我就要回带梁 免得让他们央及治愈 董兄如果肯和本军一起走 我才有妥善安排 君上不通就这样可以照顾给前丹灭了 哼哼 哪有这么容易啊 董兄 你还没回答本军的问题 君上的好意董某生命 但是我的族人和生口都在离寒丹的途中 我不是说走就走的 何凡董某始终是召人 又怎能看着召国落入田丹之手呢 你的仇我一定要报 田丹的实力很强 恐怕你们大王现在都奈他不和 现在寒丹的兵力 自从经过汉笑龙那次乌家堡一战之后 只剩下三万多人 一大半仍是老弱残兵 李牧年婆他们远水又不能够救贱火 董兄 你如果想避个灭族之和 就只有来大量了 除非你现在马上去田丹头城 如果不是他一定会放过你 没有人比他更加深恨手辣的了 杭笑龙被他赶到他全身都寒了 心想自己的确已经有些低谷田丹 幸好还有赵木这座棋 如果不是死了都未知什么回事 他站起来说 君上你好好有事 然后就要走了 龙阳君知道没办法说服他 叹一口气也不再出声 回到大街上 杭笑龙只觉得 整身都像浸在冰水里面一样 虽然现在街上阳光漫天 但他觉得周围他的危机重重杀起死伏 龙阳君这番说话真的启发了他很多 以前很多未想到的可能性 现在已经一点点浮上心头 田丹 是一个充满炒张野心的机会主义者 他对现在战国的形势 也都扮得很准确 打算承虚而饮 首先是吞并赵国 胡家宝一战之后 寒丹首军都伤亡惨重 又加上长平之战的消耗 赵国的南丁都未补回齐 所以根本都没有壮丁补充 只有一些老弱之人 甚至是妇女来充诉 而赵国军方的两大支柱 廉婆正和燕人交锋 李牧就要应付不断犯警的兇奥 没有办法分身 所以国都空虚 田丹于善 即是来商量合纵的机会 带来的知 虽然只有万丽人 却能够威胁赵国全王的精兵 当然 这万丽人并不足以亡赵 龙阳军古田丹 另有大军潜入赵景 但是汉小龙他不是甘信 因为如果大批人马潜伏进来 他只会打草惊蛇 而龙阳军有这样的想法 是因为他还未明白田丹和赵木的关系 田丹不是一举 想灭了赵国 而是想着通过赵木 他就可以变相地操作赵国的内政 孝成王一死 草皇后自然成了赵国的幕后操纵者 那时候 他们就用卑鄙的手段 兵不血刃地 害死李木和廉婆两元大将 这两个人一走 赵国还不是田丹的郎中之物吗 至于袭击龙阳军这件事 你是出于外交的考虑 其他的五国 一定会助看齐人扩大势力 并吞赵港 所以田丹必须争取他们的支持 那么燕国韩国 因为本身的职力可以不理 燕国正和赵人开展 后者本身是势力最弱的小国 几乎每战必输 剩下来就只有魏国和楚港 这两个国家有干预的能力 魏国和赵国两国纯齿相依 怎么都不会同意赵人的土地 变成了齐国的领土 楚国它是另一回事了 魏国是楚人北上最大的障碍 一日未收拾魏国 楚国就好难向中原进军 所以田丹就用这件事 和李元左的交换条件 又齐楚分别吞并赵毅两国 所以才有他偷襲龙阳君之举 而他董马痴也成为其中一个集击的名单 当然就是李元的主意 谁知就被他破坏了 受到田丹李元两个的如意宣盘打不响 而更加使田丹乱了阵脚的就是 落成被杀 原本天衣无逢的颠覆大计 马上就受到致命的打击 因为田丹始终都不敢公然攻打赵国 因为齐国一出兵 那么三进其他魏寒两国绝对不容许 一定会倾尽全力来研究 田丹只能靠赵木来操控赵港 接着剪除了廉可李木两元大将 其他都是下下之策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 如果那个汉小龙做到成手 就变成了整个核心斗争和关键的人民 藤易听完他的分析之后 领领头坦淡气话 这个就是所谓合纵 唉 真是使人百声悲叹 怪得鹿木始终都比不上秦国 汉小龙虎少就说 我们今次来寒丹 本来要报复赵国 但是这样发展下去 为公为私 都要首先想办法破坏田丹和李元的阴谋 难怪赵木这么有把握控制精皇后 因为田丹在背后直接支持他 两个人又谈了一阵 汉小龙敢先翻房休息 到了黄昏时分 赵王就派人来召他入宫 汉小龙很欢迎就马上去见孝成王 今次赵王在内宫那里接见他 除了精皇后赵雅国开 和城蜘蛇四个人全部都在场 孝成王等于行完礼之后就叫他坐下 然后下面才闻到国开城蜇 精皇后和赵雅就坐在对面 他们两个都面有休息 显然这个承手之位依然有障碍 汉小龙只觉得奇怪的时候 孝成王就要问他的伤势是如何作为开场白 他的一一应对 当时表示已经完全康复 孝成王的神识还有一些凝重 冬兄你剑法高明又熟读兵法 只是看你的手下那帮仪王就可知端危了 不知你有没有想过要重军报国 如果能够立下军功 将来尽着封侯都可以预期的 只目重的事可以让你手下的人去做 冬兄只要把握大局 就不用为其他事分心 汉小龙眼角一掃角开和成蜇两个 见到两个面色都很得戏 似乎知道成手的位置 没有过汉小龙的份 但是为什么孝成王 他就透出有把这个重要位置交给自己的语气 路口里面灵光一闪 已经想到问题的关键在哪里了 关键还在成蜇身上 因为成蜇本来是负责禁卫军的服务 而成手是整座城池的防务 这两个都是重要的军绩 但是对汉小龙来说 他是有欲天渊之别 相隔何止千里 看来孝成王想着将成蜇调任成手 而汉小龙只是担任禁卫军的统领之职 他们这两个职位都是非常重要 但是他如果做不到成手 就不能成为赵木田间他们 更伤拉拢的对长自己的计划 也很难实施 如果任由孝成王将他的决定赶出来 那这件事已经细成定局 就没人可以在短期内改变 成蜇这个小子虽然是借精皇后的势力扶耀而上 但是显然和国康已经结成一党 再议不受精皇后的控制 怪不得精皇后要转移培植自己 心连得转 汉小龙已经想到对责 他很感激的嘛 多谢大王 知遇之恩 臣下就算干土土地 也要报答大王的 对于 有几句话我平时不敢说出来 现在都要向大王面残 你一着真是奇兵突出 不过精皇后赵雅在内 人人都觉得很奇怪 不知道他有什么话 要冒死说出来这么严重 孝成无缘是一扁 董卿你尽管说 怪人绝对不会怪你 汉小龙于是面容一整的话 今次与人毅然抛起一切 返回来开设牧场 故自然是因为自己身为赵人 也都因为先父为命 返回想业落贵根 所以义无反顾 照大王有命 任何安排都绝无怨言 孝成王就不断表示赞赏 猛地点头 汉小龙又继续慷慨诚词说 但是经被人一排 仔细地审道形势 我大致地审认 实在上 已经是 好像 护潮危伦隆随时有灭亡之我 众人听到这番话 人人都不这么面色一扁 国开酒有眉头说 董先生 你是否有点言过其实 他身为孝成王座前的第一谋审 如果汉小龙刹角那件事 他自己都看不到 那就真的有负孝成王的重用了 当然又不是那么高兴 孝成王就说 董兄你放胆讲出来 千万不要有任何顾忌 大王 可不可以请其他私有的人 暂且出去呢 孝成王微微一沉饮 即时挥套了所有的公娥侍卫 殿内只剩下那六个人 汉小龙这样才继续说 现在天下的形势清楚分明 从国内政未尽 各个国家都得到诠释机会 力图扩张形势 以争取一统天下的本财 现在 照过各个的使者云集寒丹 表面上有谋求合中 他实际上对争霸为实 比建权教封更加凶小百倍 诚衰冷笑话 董先生是不是有点偎言耸听呢 孝成王有点酒有眉头 合中对我们五国的有利 就算有点问题 都不至于坏到这样的程度吧 正王后和赵雅都不知应该怎么插口 为了保持沉默 汉小龙嘻嘻一笑话 诚心来谋求合中的 只我们大赵和毅寒两国 其他齐国楚国都没有慈悟之痛 谁不紧张呢 郭开冷笑话 即使齐国楚国心怀鬼胎 但我大赵刚刚大败烟人 升世如日中天 韩国艺国又不会坐视齐楚请威 更加何况 这两个国家始终是故技巡人 他凭什么来图谋的大赵呢 凭他当真是阴谋诡计啦 郭大夫 守当其中的一只龙阳军 如果他不幸生死 最受怀疑的一只信联军 就算安利王将将选的头上 但是权力的军行一旦崩溃 魏国必然会大戀 魏人又哪有空去赴博外之事啊 那时最大的得益 就是齐楚两国 使他们瓜分三中的大计 才卖进无可比议的一步了 孝胜王听到忍不住面色一扁 他们虽然有怀疑过 偷袭的可能是田丹或者李远 但是始终只是喘測 没有汉笑龙说得那么肯定透切 承叔就说 董先生你最好小心说话 如果这番书洩漏出去 会显米显然大波 照眼冷冷的嘛 敢问谁会洩漏出去呢 承叔就当堂不敢出声 孝胜王也很不高兴地登了承叔一眼 神色言重的嘛 董卿对这件事有什么证据啊 当时匹人在龙阳邦身边 当然了解整个过程了 患见在龙阳军的一名手下 叫做夏宇的侍卫做维内英 龙阳军告诉我 夏宇的齐国人 投靠他不足两年 之后他更加被杀人烈口 主使者为什么要杀了他呢 当然不想这件事被人捉到把柄 如果他是信铃军的人 但可以跟其他人逃避了魏国 又或者回到魏国之后 才神不知违不觉地杀了他 不用这么绝言之当场处置 这就是真为 行空的人依然留在大照境内 这一次国开成书都无言以对 因为他们很清楚 当时呢 行空袭击 项笑龙和龙阳军的人 将受伤的人都全部搬走了 只留回遍地艺人的尸骸 但是龙阳军又没有告诉他们 有关夏宇的事 所以他们并不知道 其中一具尸体就被烈口的奸细 过了一阵国开才说 龙阳军为什么单独要将 这种机密的事情 告诉董先生听呢 项笑龙就说 体人对他有救命之恩 他又希望用体人招难分的尸骸 这样才误瞒我 孝成王这个时候的面色 变得有多难看就得多难看 狠狠的嘛 好一个田单 好一个里缘 东京要紧记 坐人最不能相信 是 第二段就略将军被刺之时 落将军 那是寒丹城防的中流地处 他就死 如果没有得望都足以代替他的人 一定会出现军心不肯的局面 那么这阵时 只要田单理员 勾结这位有疑心的当权大臣 在这帮手为云 伙手为鱼 我们就算有李牧年婆之辉 就因为远在外地 会添乎你 谁被人 先任你一番残事 而众人听我这样一说 即时想起 田单驻宅在城外的一万精兵 如果寒丹城内出现内乱 那正是这一批齐兵的足以左右整个形势的发展 假如没有赵木 或者他的奸党 他这一万齐兵 当然不足畏惧 但是现在 孝成王都知道 在城内有个大奸狗赵木在 在城内有几千家将 他作业反上来 外面的齐军在理应外合的话 哎呀 那真是另外一回事了 郭开城衰两个 这个时候都哑口无言 他们就好像之前的汉小龙一样 虽然看到危机 但是从来都想过 会严重到可以立即忘过的地步 孝成王本 已经撇清蒼白的面色 现在就变得更加难看 东兄有什么奇谋妙计 可以扭转这个危险的局势呢 哎呀 汉小龙这个时候就以退为进了 他说 他人这一戒无虎 哪有什么谬妙计啊 这些大事应该教育郭大夫和城将军 为大王混炒 国开城衰两个都感到很尴尬 一时间都要想一条计划 要应付这么初中复杂的形势 哎呀 他们怎么想得到呢 孝成王望着两个一眼 很不高兴的 他说 难道真的没人可以看挂人出主意了吗 国开无奈地咳一句话 当今形势 微臣认为只是触战触拳 将有怀疑的反冊秘密处死 免除心腹之患 那么田丹理员 就算有什么阴谋 都一筹莫箭 精皇后一听 酒有眉头说 那么岂不是 硬逼奸党马上作反 乌家堡一战之后 汉丹城内 不识意再有动怨的了 成衰就说 这件事夹你小将执行 保证可以顺雷不及掩耳 将奸党一望打尽 孝成王很不满的 成卿家 你清楚哪个奸党吗 可能你还是部署着的时候 那些责人做的动手造反 各位 欲知后事如何 我们明天再说